來到西班牙我們找到一部 內置了要賓圖OS的微軸MX3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Danny 在我們手上的一部運行要賓圖OS的微軸MX3 其實是一個比較初期的版本 廠方就把OS放在MX3上 告訴大家是能做得到的 之後會不會上市 是不是真的用回這部機上來一回事 大家看看這部機暫時 你要用這個MX3可以做什麼 首先主介面 很正常的主介面切換都是沒問題的 暫時這些動作做下去都算是流暢 可以看到一些Task Switching 即轉多工作業那些都是沒問題 轉來轉去 可以看到這樣轉去主螢幕也可以 上網的功能 可以看到上網的 不過可能有些功能未必做到這樣 是不是有個BAR呢 拿不到 也拉不到上來的 可能是差一點 主張是一個初期版本 另外一些快捷列 這個當然也有 可以說是UbuntuOS其中一個 很特別的功能 通知列 拉下來一些無線設定 發速設定 甚至是在一半的 拉下來一半的時候 可以轉 都可以做到 是一些很簡單的功能 有些什麼做不到呢 其實暫時有些比較複雜的功能 做不到 拍照那些 或者Facebook暫時 開不到 但是你看看這個Gallery 也是一個挺漂亮的界面 也是可以用到的了 暫時只可以簡單動手玩 因為始終可以用到的功能 都不是太高 但是呢 我們都已經開始期望 這個UbuntuOS 終於又 距離上市又接近了一部 看看之後我們還可以 所以幾時就可以聽到這個 UbuntuOS的Future